请问他们家人去哪儿了知道吗 保证住院了 他家人应该去医院了吧 哪家医院啊 这也还真不太清楚 明中医院吧 行 谢谢啊 没事 你说什么东西能打动你的心意又能体现出我的心情 我说怎么来这儿呢 买东西送人家 怎么了 又到人生气了 小废话 说 什么东西 生气容易长皱纹 要不这样吧 买护肤品吧 来看看 那是领盒吗 放到这个里面 自己死一封 对对对 就那个 走 走吧 吧 这个维持最优的水壶状态是吗 对 你不做完就不做了就这么辛苦 教练 你怎么来了 这是我助理康妮 快叫师母 你好 你别解释 我还没说呢 不是 跟你师母说过咱俩什么关系 我们是师父关系 你看你把人吓得干嘛呀这是 我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你们忙你的啊 你愣着干什么快去追呀 佳梁 佳梁 别回茶了 佳梁 你去哪儿我送你吧 追你的朋友吧不用 人在我助理康妮 昨晚不惹你生气 我怕你俩长皱纹 谁长皱纹啊 他是小蜜的 佳梁 瞧你这话说的我是那种人吗 那你是哪种人啊 走啦 来 包容品 佳梁 老师呢 请问先进这儿还是还终于这儿 谢谢啊 谢谢啊 你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就走了啊 你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就走了啊 老师 老师 恐怕我不能去上课了 为什么呀 我爸做手术需要钱 我家没钱 我要去挣钱 靠你去挣钱 你能做什么 你能挣多少 难道你忍心 让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爸 没钱吃病了 那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 老师 我知道你对我好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 可是这一次我真的不想再麻烦你 你总是帮我们 可是你也有你的生活 总不能因为我是你的学生 就什么都让你管 让你操心吧 你以后不许再跟我说这种话了 你已经不是个孩子了 做任何事情你得为以后着想 你知道你这个学习机会有多难得吗 小波和清苗他们 为了学习他们受了多少苦 他们要知道你放弃这个学习机会 他们会怎么想 还有你爸你妈 含金如苦 省吃俭用胃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你学习吗 我真不愿意跟你说这些大道理 可又都是事实 你能明白吗 我明白 明白就好 明天跟我回学校上课去 医药费的事 不是你该操心的 好 报告 进来吧 进来啊 我明白 我明白 安静 你好 请问你们这招工吗 对啊 是谁要来啊 我 你 你还是中学生吧 你别看我小 我什么都能干 真的 对不起 我们这儿不找中学生 还吃醋呢 谁吃醋呢 干嘛不搭理我啊 我在想学校的事呢 上次来我们家那个赵一帆 他休学了 怎么了 群区唯一一个打工子弟学生的 解读名额给他了 他居然休学了 你说多可惜 为什么 他爸爸生病了 他在打工挣钱呗 爸爸我说了你别急啊 你是不是又想帮他们家了 怎么了 不可以啊 你刚才还要急 您张嘴 能说不可以吗 还是等我问问他妈妈 他们家什么情况再说了 对 有点清楚再说 老婆 发生火气啊 生 特别生 还是因为康妮 我因为他干嘛呀 你要给我买东西 你不问我 你问别的女人 回来还问我生不生气 有你这么脏老婆吗 爸爸我操了 下午你 哦 吃饭吃饭